在公共空间中 翁子傅 萧凯仁 创造了沉稳的空间氛围 以铁键吊柜区分空间的概念 不仅营造出时尚的现代感 更创造了空间使用的更多可能性 接下来设计师还有什么令人惊艳的设计 让我们来看看吧 设计师要如何融入风水设计与参除空间中 同时不影响整体设计呢 中岛的高度对我这个高个子来说是刚刚好看 不会对屋主来说高了一点吗 其实是高了一点 因为屋主的平均身高其实是比较没那么高的 那为什么我们把它做到那么高呢 因为可以看到如果我们在从餐厅往厨房这边望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它的高度其实是盖过我们的炉灶的 所以这个风雪问题是 中岛的部分其实它会是最主要在这个空间表现上 如果对应到画座里面它是就像画座里面的一艘小船 然后它也扮演一个关系就是它必须要连接厨房跟餐厅之间的 人跟人之间的互动的一个中介 而且我发现中岛的好处跟我们的餐厅的连结 会让女主人或是下厨的人比较不这么孤单 他会有自己的一个区域 没错 所以我们可能到时候我们想象的场景是 它可能有人在厨房里面做菜 有人在这边切水果 那有人到我们餐厅用餐 对 所以这个整个吃的领域是整个贯穿的 了解 所以大家可以在这个地方很远的就可以聊天 是 而且其实在厨房 餐厅 中岛 对于我们现场公共领域的每一个角落都看得一清二楚 顺着楼梯走上二楼 还有什么精彩的设计令人惊叹呢 接着我们来到的应该算是二楼的起居室 是 二楼因为是属于比较私领域的空间 所以我们大概也做了一些 算是比较属于住家层面的配置 是 左边这边 我的左手边这边 就是它的两个房间货室 然后右手边这是一个算合适的地方 那这个地方就是一个起居室 比如说我现在在聚会的时候 部分的家人需要一些比较 然后私密的场所的时候 它就可以搬到这个境界市场 因此包括我们现场的陈列 或者是合适的作用 都让我们的家人其实是有一个自己 尤其是梁老跟他们的儿女 有一个更靠近彼此谈天的一个所在 对不对 是 其实是古代啊 古代它的空间跟空间的枝节 隔间并没有太大的就是强烈的区隔 而是透过像屏风这种作用 所以你说这个门算是屏风的意义 对 那因为屏风这个东西 它本身就是一个量体的存在 所以有时候它可能 在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 它要收纳会是一个问题 所以我们用了一个方法就是 把它做为一个折门 折叠门的方式 然后把它当作是一个屏风 那平常如果说真的需要更大的空间的时候 或者是小孩子要玩耍的空间的时候 这个折门就可以完全打开 你可以把门开到最大 对 比较根本没有距离就对了 对 而且我觉得有时候客人来 也需要睡的地方的时候 何时也可以变成一个地方 是 那我们把这个门收起来的时候 它就变成是一个屏风了 对 那上面的图形是非常吉祥的 是麒麟对不对 是 在天空当中云海当中发亮的麒麟 感觉非常的吉祥 因为麒麟本身就是在中国来讲 就是东方来讲 它是一个比较吉祥富贵的一个 算动物 是 对 对 那我们想要透过这样子的一个 意象的表达 就是对于一个屋主 它的一个祝寿这样子 那再来就是说这个东西 它搭配我们黑色的折门的时候 它会显得更具东方色彩 并且我觉得这个盒室 其实也包括在它的机能 以及它的收纳都有照顾到 是 那在这个房间里面 这个盒室里面 我们一样也安排了电动升降桌 我觉得应该是这样子 就是家人聊天 总是要有一些吃点心 喝喝茶 而不是单纯这样聊天 好像有点干 这个都把它闪到就对了 给它一个就是这样子机能的盒室桌 那我们其实蛮习惯看到盒室都是变高的 对 电高的目的 其实我们在台湾最常看到的盒室 它的电高都很低 大概可能也许15到20公分左右吧 那我们这个电高是电到的35公分 35公分有两个意义 一个就是说 我们可以把盒室桌整个收进去 那再来就是说 我们日本称这个东西叫原侧 对 那其实在日本 他们这种东西是坐在对外的田园 那可能夏天就是坐在原侧上面吃西瓜 坐下来 对 看着平原 对对 吃西瓜 然后拿那个扇子这样散 这是日本他们对于一个他们的生活的描述 那我们也希望就是说 把这种东西就是原汁原味地搬到这个地方来 只是说他可能面对的是他的家人 对 了解 OK 在起居室的部分 其实我们也看到了很多的画作 是 不仅是你把屏风摊开来 它就像一幅画 是 我们现在四周也看到很多高材度的 相关的艺术作品 是 因为这个空间 二楼的空间 还是从一楼延伸上来的 只是说它的 在建材的处理上 它没有一楼来得这么强烈 这么粗犷 因为它毕竟来是一个 温馨的要居家的嘛 对 因为在这里面 游走的人 他可能都是穿着居家服 睡衣的啊 因为家人嘛 对 所以总是要保护他们的身体 你不要太强烈 对 那因为从一楼延伸上来 它是低彩度的 所以我们还是希望 找到一些特别的显眼的 就是高彩度 比较亮的艺术品 让这些艺术品 反而被凸显出来 有它的存在感 对 由此可见 不仅包括一楼的公领域 没有隔间 好像整个家族 都是可以互相的流通互动 在我们的私领域二楼的部分 也可以看出 其实是非常靠近 也可以互相聊心事 因此真的是一个 非常重视家族情感的家人 珍惜逢年过节 一家人团聚的时光 屋主希望为家人建立一处 拥有放松度假感的处所 设计师将开放格局 设为设计上的首要条件 在精准的线条比例分割下 透过镂空展示架 将客厅茶室和餐厅串联一气 同时将茶室架高 如空间的舞台般 赋予人的生活行为有更多可能 至于餐厅则运用自然感的 石皮板墙面 展现大气 不时时尚品味的气度 另外厨房则因风水之故 定做架构中导吧台 遮掩直接看到炉灶的疑虑 沿着楼梯前往二楼 设计师发挥创意 将卡点希德贴在镜子上 让端井处有了视觉焦点 而架高合适 加上异国风情的日式屏风 满足女儿对日本文化的喜爱 而主卧房则利用意大利水染木皮 作为床头墙 加上胡桃木搭配 让卧房空间别有情质 打造如独栋别墅般的完整机能 成为城市中的精品度假宅 我们现在的空间 其实房子都盖得很舒适 那我只是觉得说 对于居住这件事情 它本身来讲 不会是只有舒适两个字而已 因为如果说我们只是一直在 讨论舒适的话 就设计师的角度来讲 好像就没有那么存在的必要 所以我总觉得设计师 应该有一点责任是 给居住的人一些新的生活经验 或者是空间的体验 所以就我认为 这才是真的居住这件事情 城市之中虽难以拥有 像郊区般的山光水色 但借由室内设计创造人 和空间的更多机能与互动 考量室内的风格定义 动线规划 为度假屋创造更多可能和趣味 那我认为是说楼梯是 南宁主人每天上上下下 可能不是一次 那我希望把这个楼梯 能够跟整个空间做一个结合 这样看上来打上灯光 会像一个船的底部的感觉 对 我认为